澳洲的电费煤气费收费都不统一 各家各户的收费都不一样 澳洲有很多电力公司 他们的定价不同 结构不同 结构范围也不同 根据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 拥夫之间收费价格的差异 可以高达50% 而且电费煤气费的计算方法非常复杂 对于一般人来说 他们根本看不懂电费当商的计算方法 因此很难去跟不同的电力公司做比较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看懂电费当 以及如何去跟电媒公司讨价还价 让您能在市场上拿到一个最便宜 最适合自己的电媒价格 欢迎收看土澳TV Let's go 今天就不聊房地产了 咱们再聊一下 电费当的计算方法 澳洲的电费计算方法非常复杂 对于一般人来说根本看不懂 电费当主要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supply charge 供电费 这是按天数来算的固定费用 哪怕你回国了 人不在家 你一度电都不用 这费用也必须得付的 不同电力公司收的供电费 supply charge都不一样 而且还有另加10%的销售税 我这张单连销售税 含税以后一个月大概是36块 第二个部分是usage chart 每度电的当价 我这张单比较简单 每度电是统一收费的 有些电力公司在繁忙时间 还有非繁忙时间的收费都不一样 繁忙时间价格比非繁忙时间要贵 最后是on-time payment discount 按时支付账单的结构 我拿到的结构比较大 40% 因此这结构只适用于usage chart 用电量 而supply charge供电费是不适用的 有些电力公司的结构是适用于 用电量还有supply charge供电费 但是你相对而言 你拿到的结构就不会很高 电力公司都很会算 很精明的 每期单的计算方法跟电费单 基本上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是 每期的收费是分阶段来收费的 头一段的收费 单价比较贵 而后面的单价就比较便宜 大家在比较电费的时候 就不能光只考虑 结构是多少 必须问的很仔细 把这三个部分都要送进去 包括supply charge usage charge 结构 而且还要把销售税 GST也一拼放进去 跟电力公司讨价还价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price match 你看到朋友家的电费比你价更便宜 如果你朋友家跟你是同一家电力公司 那就简单 直接打电话过去 要求降价 降到跟你朋友家同一样的价格 如果不同的电力公司 就直接把你家的电费转到跟你朋友家同一家电力公司 但是要得注意的时候是 你朋友家必须跟你住在同一个区 而且电表 什么的都要差不多的 因为在澳大利亚 不同的区 不同的building 不同的电表是否有太阳冷板 电力公司给的价格都不一样的 对你没听错 澳大利亚的电力公司 就是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第二个方法 就是利用网站 去跟电力公司讨价还价 怎么做 第一步 你先要去上一些大型的人员价格比较往 比如compare.energy.com 你上去这些人员价格比较往 按照自己家的用电情况 找一个适合你 但是更便宜的电力计划 或者是煤气计划 第二步 在确保没有合同约束 或者是没有任何额外收费的情况之下 跟新的电力公司签署合同 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 你会有10天的冷静期 cooling or fluid 你随时都可以取消合同 第三步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打电话去跟先有的电力公司 跟他们讨价还价 跟他们说 我要换公司了 要求他们提供一个更便宜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 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 就是先有电力公司 给出一个更低的价格 那你就留下来吧 在冷静期 cooling off period以内 是可以无条件 跟新的电力公司解约的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先有的电力公司 开出一个一样的价格 那你也留下来吧 反正比原来的便宜嘛 那就别换来换去咯 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先有的电力公司 不给力 不愿意降价 那你就走呗 换到另外一家电力公司了呗 澳洲的电力公司 只负责零售 供电 不是他们负责的 因此 不同电力公司提供的 电力供应服务 都是没啥区别的 反正哪家便宜 换哪家 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节目 都能找到 更便宜 更适合自己的 煤电价格 感谢收看土澳TV 咱们下次见 拜拜